兩岸同性伴侶自即日起 可以比照現行兩岸異性伴侶 在第三地結婚 這皮疙瘩為什麼 你看這皮疙瘩 減附經政府駐外機構驗證的結婚證明文件 以及相關英背文件 你想要拿到台灣的這個身份證 可能還是必須要看未來 大陸的這個對同性婚的態度 我自己聽到這個就是還蠻開心的 那就是其實是為我們認識的一些 別的一些台禄同性伴侶 因為有一些他們其實年紀真的很大了 那不管這個方案它好不好 它起碼就是讓我們看到了一些輸光和希望 對於我們兩個人來說 我們的官司其實還是在進行 我們並沒有想說要測速 那我們的這個官司的意義就是 其實我們希望不只是 剛剛陸委會說到的這個 就是一定要跑去第三地 其實最好的方式 當然兩個人可以自己在台灣結婚 我們是透過加油軟體認識的 然後認識到現在大概快五年了 往這個相處的過程中 你會開始去認定這個人 覺得說真的好像可以 跟這個人過一生是舒服的 或者是是自己想要的 17...17...28 對於年輕人來說 其實同志的生活就是那一些 那其實都會有那種比較混合著 信譽、荷爾蒙的那種 那種衝動感 但到了現在這個年紀之後 我才發現原來中國的同志 他們考慮的事情 跟考慮年紅子完全不一樣 中國的同志到了大概30歲 過了之後 他們考慮的是代孕、新婚 超過30歲的男同志考慮的 都是這些事情 考慮的是要去哪裡生下來 哪裡生下來的性價比高不高 然後小孩生下來的 拿的是哪個地方的護照 台灣其實結婚是合法的 大家當然會去幫這方面想說 如果其實跟一個男生 也是接下來可以像 像疫情年的伴侶一樣 可以共度餘生就這樣 我現在的這個時候 反而更能感覺到 兩岸同志的一些差異 現在大概30歲 然後就是剛好你要去規劃 你未來人生的時機 然後這個時候 因為我們還不能結婚 就等於說 我們對於未來是很未知 它就是一個未知數 然後對於Jim來說 他只要一畢業 如果還來不及跟我結婚 他就會馬上就要離開 一對情侶 他們如果已經有結婚的打算 但是有可能三年之後 他們其中一方 可能就再也不能夠來台灣 我想那個對於任何一對情侶而言 都是一件滿大的一個困擾 因為你其實比較難有一個 殘養的桂花 對 這是我們最困擾我們的一點 好喝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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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這個吧 他那時候還滿瘦的 哈哈哈哈 自己看我真的想笑 這一個看我真的想笑 製我們700公里的飄洋過海的感氣 他做的一切会比大陆的男生 对我接触大陆的男生还要好 在一起差不多十年 我们是打游戏认识的 然后是打猎王的纷争认识的 我们的工会主要都是台湾人 有一天晚上我们台湾人约好 晚上凌晨四点的时候 全部一起起来 然后就趁他们睡觉的时候 把他们工会全灭 所以其实老是这样 我是最以为要的是 他那个没有被封我们台湾的国旗 当我们打包那个整个四伏 我还是盟主哦 我们的国旗就在 我记得我们的盟是三一八吧 三一八府 我们三一八就有一个台湾的国旗在上面 他就想要加入我们的工会 所以就是聊着聊着 谁知道就是聊出觉得惨了 好像有点受不了了你知道吗 又说要视讯要干嘛 我要玩的 我来到台湾之后 我又会学习很多就是说 像就是很多人都会说 我们大陆人不爱排队 然后包括说乱吐谈 乱丢垃圾什么的 然后我会在这边都会学到是说 我要自我数值再高一点点 蛤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以前会乱吐谈 没有啦 你看你看 你看他这样讲 是不是会让大家觉得很误导 说原来你以前会吐谈 不是 来我们台湾人的 他是在开服装店的 那后来自由行开了之后 他又可以来台湾 所以就是 常常因为我们要碰面 他就关店 因为他就是一个小店铺 最后就是他自己跟 所以我们的印象就是 我就说了就是 这些很日常琐碎的东西 包括我女人在内 我们都不希望分离 然后来 找我帮你喔 要最大了吗 噴出去了吗 撒 我们刚好两个都有参加 学校办的一个叫 Orientation 英国要正式 决位课程之前有一段时间 它让你熟悉学校环境 然后语言的部分的一个课程 所以他目前是申请到签证 是因为我们有在第三地结婚 我们有在美国结婚 所以他目前申请的这个签证 是一年的孝勤 就是他可以在台湾停留 不能结婚 那影响到第一点 应该是关于小朋友 妈咧 我们等一下 我们在后地的姿势比较不算 因为这样就没有办法走那个 继亲收养 因为法律上面就是 缔结得不够紧密这样子 我不是他法定监护人 几乎是就是法律上陌生人 公立幼稚园就是要看你的户籍在那里 所以他就没有这个资格 对 所以就变成说 我们可能就要送他去私立幼稚园 任何一对伴侣好了 或一个家庭 你要在台北生活 只有一份正值的薪水 然后还要养一个小朋友 其实这对任何人来讲 可能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你不是说你要在下面保护我 对吗 民主权威 白脸黑脸 虫 严苛 但我们都有黑白脸啦 但我们都有黑白脸的时候 对对对没有说一定是 但是因为两个人个性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还是会有一些会 就对同一件事可能 对他的要求的程度可能会有差异 我觉得这样子对小孩也不一定是坏事 不要让人家就笑了 不要笑 我要再中了 这房子 他对于我来讲 因为我没有办法结婚 所以我没有办法用一亲的方式在这边申请居留 那我现在只是一个停留 停留的话 所以我就没有健保 要用商业保险 我也没有办法工作 因为我没有办法从事任何商业的活动 有点介于观光客 但是又不是居住在这边 所以因为这个问题之前 我去年以前不能有健保 因为健保只能给居留的人使用 可是我确确实实生活在这里 所以那个签证它叫做一个停留签证 然后这是蛮奇怪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签证一旦过期 一个月内你就必须走人 我小孩子从三岁到现在已经十岁了 这七年老实讲真的 你说小丹真的是 我也感激这一次就是有专案特取这个东西给我们 我们真的完完全全的可以生活在一个月以上 我们是没有分开过的 我们交往这近十年以来 你说认真两个要生活在一起 真的只有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之后就又离开了 我们没有连续过一个月 我们是两个人在一起 疫情我们长达有快两年没有碰面 我反对的事其实是 跟中国的世界任何往来的关系 那就包含到婚姻这一块 他不是共匪 他只是我的伴侣 然后我不会卖台 我只想和他结婚 就是包括这样是两岸 两岸同婚这个议题 只要一上网 我一定很 我觉得大家对于中配的想象 真的太不弱了 7号上午高雄延城区诞生 全台第一队 台湾大陆两岸同婚伴侣 两岸的异性婚姻 其实有扩动了 为什么你还要再开另外一个破洞 继续让这个洞更大 其实这个议题已经非常久了 就是从五年前就是同婚通过 然后这个议题 从跨国的时候就已经被割针 然后甚至后来跨国通过 只剩中国大陆 就是港澳也通过了 然后被就是排行在外 我们很小的一个族群 希望我们的政府 能够替我们再勇敢一点 因为我们的群组内视 有包含就是台湾方的当事人 跟中国方的当事人 整个群组目前就是100出头 就是我们在跟他们的交流过程中 他们会 从来不会去质疑异性婚姻 就是他们会觉得同性婚姻 我要不要给你 那是你额外的权利 但是异性婚姻好像就觉得 那是天经地义 难道我们同性恋 是共肥的几率会比较高吗 中国是一个 就是我们的敌对人 我们怎么可以跟他们同婚呢 相关的应该都不OK 直接异性恋进来就好啦 对 你为什么要装成 那个男同志 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 中国它现在就其实跟其他国家一样 对我们来讲就是其他国家嘛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中国跟其他国家 譬如说你都标准拉起 我们也没有意见 我能够理解我们现在目前两国确实 我们的关系是很紧张的 我身为一个台湾人 这个我能够理解 那当然我也会希望就是说 所以我才说了 我愿意接受任何的国安审查 我的另一半它并不会危害台湾 中美他们也是很对立嘛 那美国有说 美国人不可以跟中国人结婚吗 没有耶 我们如果要结婚的话 我们非常愿意接受这些国安审查 那这不是说我事先先作为一些什么审查 就能够去达到的一个防范性 这是我觉得不太可能的 他是在比较传统的家庭 我的部分就是可能阻力会更大一点 因为爸爸妈妈身边不一定会有听到过 那他或许是 他爸爸妈妈或许可以了解这方面的资讯会比较多一点 那我们目前有想说就是怎样去跟父母讲这件事情 他就是把男朋友一直往家里面带 然后当你在相处中 彼此其实都非常的认识 然后对彼此都是没有任何敌意的 那如果他对他们不是一个陌生人 是一个熟悉的人 并且他们也知道说 他是可以在生活上照顾我的 那他们当然会放心 所以我们目前在用这种策略 能结婚的第一件事情想可能就是 就是真的需要鼓起勇气跟家人出轨说这一件事 就是他是一个想计划 可是你又觉得说 可能还不能结婚 你就是会先拖着 可是我自己心里一直有想着 可能你到底真的可以结婚那一天 就是应该要跟我的家人说这一件事情 对政治这块可能不理解 但他可能知道就是说我们在美国结婚 可是在台湾我们还不能结婚 可是他应该感受不到有什么差异 因为你不可能在小朋友面前不出柜 因为这样的话小朋友会觉得说 那我的家庭是不是不好 不一样 不只是不一样甚至是不好 其实大家认识之后也发现也没什么不一样啊 我们也没有八只手或是四条腿之类的 没有奇怪的生活习惯之类 就其实就是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啊 因为小朋友开始上学了嘛 所以我们会希望他在学校可以接受到一个比较平等的对待 老师也可以理解这些议题 那同学不会因为这些议题来霸凌他 所以变成说家长 我们身为家长这个角色会让我们会 需要更勇敢更坚定去某程度保护我们的小朋友 两个条件去输入就是我们要去的国家 就是第一个就是他们可以开放两个外国人在当地同婚 然后第二个就是对中国人的签证的友善程度 因为其实中国人他们申请签证都算蛮困难的 然后最后就是这样筛举下来的话 其实就是塞班导 花费的话就是最基本的交通加时速 可能十万台币起跳 而且其实因为现在目前还没有人真的走过这条路 所以其实还有包括可能到底到时候会不会就是发 发证的那个日期会如我们云算 所以我哥这些都还是蛮有风险的 我还是很希望说我的国家 我的台湾给他一个婚姻关系 而不是要靠别的国家 然后去证明就是说我们两个有婚姻关系 那我觉得这一路走你会发现其实同婚合法之后 你说有严重的引起社会上的很大的纷争 或是有很大的冲突吗 其实并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共识吧 就是我们没有那么急迫 可是当然有这一个选择就会变成说 不是我们想结婚的不能结婚 是我们也可以随时要结婚就绕一下路就可以结婚 同信申请结婚登记 不符合大陆法律规定 不符合大陆法律规定